大家好 这里是《非道小角落》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 我 和唐明轩先生 你爱人 之前一直没有跟大家说呢 实在是没有想好 坦白讲呢 一开始其实我对这段感情 不是特别地确定 毕竟我们两个人 完全不一样 生活环境呢 也天差地别的 对 不过 这些都没有关系 最近发生的事情 让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我喜欢它 我想和它在一起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都不会动摇的 今天本来是和多多一起去看展的 他跟我说票都买好了 可是他没来 你跟我线上去 喂 喂 唐总 你好 您今天下午有没有时间呀 最近都比较忙啊 怎么了 这样啊 我本来想问问你 有没有时间 愿意下午跟莫菲去看个艺术展 要是你没时间的话 那算了吧 我问问方笑愚 我我我我刚想了一下 我下午那事好像不太重要 我看看 能不能想办法挪一下 那我一会儿把地址给时间 发到您手机上 行 谢谢您了 大步向前走 经过今天的事情呢 我想清楚了一件事 虽然我和唐明迅先生 有很多的不同和差异 可是我们两个人还是相爱了 所以以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会勇敢地去面对的 来了又走 我要做你最后的贵客 所以请你不要再害怕 等着我 大步向前走 唐启仁 你看你二个做的好事 我最最爱的你呀 你是我最昂贵的奢求 不管地球怎么样转动 你在我眼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